你们要笑一下 有一个牧师 有一个牧师出眼门去仙教 以前没有飞机 只坐渡轮 然后这个牧师上了船 在航海的时候 在航海到海中间的时候 突然间一口船上 狂风暴雨大水 然后船就要发到危险的情况 然后船长就命令 所有人逃生 每一人都顾得逃生 突然间船长喊了一句话 在这里谁会祷告 那牧师自然之夜被你来摸 接下来船长说 好 你就留在船上祷告 我们走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救生间吵了一条 我相信我的兄姐妹 不会这样子对我吧 谢谢祖 谢谢祖 来 六几辈来 你找到意义吗 他把你给你找到 你活得有意义吗 他把你给你找到 你活得有意义吗 那你谢谢祖 六几辈 我要告诉你 你2013是新的一年 上帝给你新的日子 没有过的 而且 上帝要你计划 从那里开始 你的家庭 你的教会 然后 上帝的关系 这个上一次 我跟你分享得到 今天我要告诉你 各位姐妹 怎么样活得有意义 圣经怎么教导我们 过一个意义的生活 各位姐妹 我们今天要来看 上帝怎么样参加你 到底在这边有两个 问他 你知道上帝怎么参加你 知道主耶稣怎么参加你 我们来看 马来福音第五章 三戒到十六戒 马来福音第五章 十三戒到十六戒 马来福音第五章 Machines 5.13-16 我们看耶稣基督 怎么样参加我们 来 第一我们来看 大家一起来念第一段 一二三 你们是世上的盐 人家在这里 耶稣叫你 是世上的盐 然后接着耶稣说 他说耶稣若世上会 怎能叫他再闲呢 以后不用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见他 第二 我们一起来念 来 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看这里 接着耶稣说 尘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的一家人 你们的光也当照 你这样照在人前 叫你们看见人的好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 天在天上的父母 以前基督老告 阿爸天父我感谢赞美你 今天早上 人带你的儿女们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 求主圣灵应景 祝福我们 改变我们生命 让他今年过着意义的生活 活着意义的生命 谢谢祝福打荡 丰丰 耶稣基督得胜利求 耶稣基督叫我们是世上的光 叫我们是世上的盐 You are the light and the salt of the world 当耶稣这样子来叫你的时候 祂不是说可能不可能 或者你应该怎么做 还成为他们的用 祂很坚定很确定的告诉你 你是 他把你这笔什么来说 你是 你是 你是光和盐 耶稣在说什么呢 耶稣在告诉我们呢 你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 我该就跟我们讲 到时候你是 你是生命 耶稣基督在叫我们生命的时候 祂行用我们是光和盐 在当时的时代到现在的时代 光和盐还是最重要 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光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光的话 充满黑暗的话 人就不能无事情 然后在当时的世界 盐 对当时的时代到现在的时代 也非常重要 对当时的时代更加重要 但是盐不是很贵的东西 是很便宜的东西 当时的时代也是一样 当时在耶稣的时代 中国国家盐从哪里来 那不是我们现在吃的盐 那是盐快乐的 从死海 或者叫盐海的地方 吃回来的 盐快乐的 他们可能吃的时候 这样子沾着吃 然后当时的盐怎么样用途呢 第一 是防腐用途 腌你的鱼 腌你的菜 使到你的鱼和菜肉类 不会腐烂 防腐的最用 第二 消毒的最用 他们用盐来洗东西 用盐来洗伤口 成为治疗的一个用途 第三 盐是当时代 到现在时代 也是一样 有调味的用途 所以他们吃东西 也放盐 沾盐来煮东西 使你的菜 酥的味道更好 那对方姐妹 耶稣形容光和盐的时候 这光和盐的形容呢 就是为了表达住 你的使命有影响力 而且那个影响的用途 非常大 必须普遍性 那对方姐妹 一个人的生命 活在这个世界上 一定有他的用途 上帝没有造一个 没有用的人 他在这边讲 一定有用途 上帝造每一个人的时候 他形容每一个人是光和盐 他不是单单形容基督徒 而是形容所有 他所造的儿女们 人类是光和盐 你会带出生命力 带出影响力 使到中间的人 因你的生命而改变 因你的生命而更好 听途你是有影响力的 今天你怎么样活着意义的生命 除非你发挥你的影响力 不然的话你的生命就如 那个炎死了味 丢在外面被人减踏 或者光不可能把它盖起来 隐藏起来的 光如果隐藏起来 这个光就没有用的 光必须照亮的 所以你的生命的自然 自然力 你的生命的自然力里面 是要上发那个影响力 发出那个影响力 对不对 你怎么样影响人 你说不是啊 我自己都很辛苦了 怎么样影响人呢 我自己都过得不好 怎么样影响人 比错了 各位姐妹 你的生命怎么样过得好 不是变好才产生影响力 而是影响出来的 就会变好 明白吗 那个原则你要抓住 你的生命为什么不好 因为你没有发挥出影响力 当你发挥出影响力 你的生命就变好 因为那个盐开始有味道 如果盐失了味 就不能叫它再咸 只是一堆垃圾 反而你不要等到好 才有影响力 我告诉你 等不到的 而是你影响了 你的生命就越变越好 难道你摸入师 怎么样影响 做什么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教会和基督活着的目的 我们教会有三个宗旨 这三个宗旨 如果你活出来 你的生命就产生影响力 产生意义 必然你们看 大家说广传福音 广传福音 使你的生命产生影响力 产生意义 我们先来看 经文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圣经保罗 写出他整个生命的目标和意向 他说我不以福音为止 这福音本是神大人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或是希腊人 那保罗说什么 我不以福音 Gospor为可耻的事情 就是羞耻的事情 保罗说 我团福音我一点五节的宗旨 反而我知道 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 要改变一切相信的 所以他拼命床 他喜乐的床 很轻松的床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他看见福音的大能 对方姐妹 你的生命的影响 也不是来自你自己 而是你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 很自然的上帝 透过你 透过你 是你的生命的影响 发出来 改变人的生命 对方姐妹 什么是传福音 反而说我们很容易懂得讲 不知道传福音是什么 其实传福音这个字眼 最浅白容易明白 最直接的解释 就是跟我说 将神救人的消息 将神救人的消息 传出去 就是传福音 这么简单 将神 再来一次 将神救人的消息 消息 传出去 这就是好东西 这就是福音 当你一切人的时候 将自己的见证 到处人去传福音 将福音的内容 怎么人为什么要信主 信主的得永生 怎么得永生 谁是真神 人的罪的问题 这个就传福音 当你为着一个人 付出一些的爱心 让他感受你的爱 从你的生命里面 看见耶稣 这就是传福音 当你做一些关怀功夫 直到人经历你的爱 从中认识耶稣 这是传福音 所以传福音难了不难的 就是好像日常生活 用炎和光这样子 很自然的发挥出来 很自然的影响出来 只要你专注在 这个宗旨和异象而活 你的生命就产生意义 阿们 对不起 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传福音能够改变人 我们做戒赌和戒毒 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改变 一个赌徒 他赌到烂 赌到满身债 赌到家破人亡 我告诉你 你要怎么帮助他 你要怎么帮我看 你给他钱 烦债 他会再见 你劝告他 不赌博 他知道 他明白 但是他改变不了 他的读影期的时候 他又再去读 同样的 吸毒者也是一样 难道每一个吸毒的人 不知道去读是坏修吗 他们都知道 但是他们改不了 为什么人可以改变 100%来到我们的 我们的监督中心 我们的监督所 他们改变 就是因为 他们认识了耶稣 我们辅导课程 只是一个桥梁 我们知道不改变不了他 但是我们知道 只要耶稣住进他生命里面 我把耶稣传给他 他接受 福音的大人 就彰显在他生命里面 改变他 从一败坏地 变成 一个 真正有意义的 从破碎的 变成一个完整的 污秽的 变成圣洁 都是因为 我们把耶稣传进他生命里面 今天在整个世界 做社区官来工作的 排斥基督徒 做得具有果效 现在不要讲帮伦 洗圣 这些 我们说改变生命了 没有一个宗教团体 没有一个政府团体 能够比基督教团体 做得更好 今天外面的传有许多开办 这个 戒毒所 毒品的毒 但是成功率非常的低 他们靠要路靠口道 成功率非常的低 包括政府所做得非常低 只有基督教的戒痕所 戒毒中心这些改变生命的 那一个社区官来工作 成功率最高 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我有耶稣 就是因为我有耶稣 我们把耶稣传进人的生命里面 祂的生命就被福音的大能改变 所以你的生命就产生影响力 对我这边 传福音是很轻松的事情来的 很喜乐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有对传福音有一个 trouble的观念 我们认为 哎呀 我传了这么久 没有人信我灰心 哎呀他不能信主的啊 他拜了这么多 这么厉害 我们传了很惟心 因为人家骂我们 人家恨我们 不喜欢我们 所以保罗 就为什么他传福音这么有能力 为什么传福音这么有能力 就是有对的观念 其实传福音 一个人信主不信主 跟我们没有关系的 他跟你没有关系的 你传福音给了人 人信不信主跟你没有关系的 明白吗 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叫一个人来信耶稣 不可能的 你怎么叫一个人来到教会 你能够做到人这样子啊 你能够做到人这样子啊 你凭什么能力做到人这样子 哪里可能 不可能的 这个人来到神的殿前 这样子是因为 神的工作 爸爸你跟别人讲话 那叫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 包括你和我来到教会 都是神的工作 谁呢 谁逼你来 那些逼你的 逼多少次都不来 你每天那一天 自己走进来 谁的工作 神的工作 但是 我们做主公的人 是我们责任 当神的灵感动 你要传福音的时候 你去传 将耶稣的名字 带进他生命里面 跟他说耶稣爱他 跟他说耶稣要救他 叫他祷告 如果他心里面打开 就帮他祷告 就这样子 当我们做了 这个神的工作 我们已经完成了 上帝的心意 你的名字 纪念在上帝的心 上帝要讲上 上帝要祝福你 所以你看 哪有一个 Dialectials啊 不用够大的 有Ventic的 没有的 不用Daggan的 但是薪水造灵 哪有 只有传福音 所以这份工作好做 所以我做了 各位姐妹 其实传福音是一个喜乐的事情 因为是福音的大人改变了生命 所以既然你明白了这个观念的话 你传福音就充满个喜乐的传福 感谢你通听没有关系 我做了主的功 你记得 我做了主的功 主叫我做 我做了 他信不信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我做了主的功 满足了天父的心意 他就救我 所以用这边 我们经常去传 我要求你 今天你要过着有意的生活 尽量多多的把耶稣的名字传开 把耶稣的名字传开 将你的生命的见证 传给你的朋友 见人就讲 你就发挥 你本能的影响力 使许多的生命 要改变 第二 我要告诉你 我们的教会做什么工作 你跟着做 就是改变生命 改变生命 改变生命 那对方姐妹 我们改变了生命 改变了生命 到底改变了什么 大家比较清楚 今天 你要改变他的生活 改变他的家庭 改变他的婚姻 不是 单单靠着你的能力 他说 物质的东西 不能完全改变他 辅导不能改变他 我们要改变他 从哪里开始 我们来看革境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节到五十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十节 第一章四十节 圣经这里记得说 所重的是血气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经上也这样记得说 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路的亚当成了教人活的灵 但属灵的不在先 属血气的在先 以后才有属灵 头一个人是属于地买属土 第二个人是属于天 对我姐妹们听在这里 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个生命 第一个是属地 属肉体属血气 那是阿当生的 上帝给人生命的时候 将灵吹进人的生命里面 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 就是你和我 但是问题是 有灵的活人的灵 那么多分死掉了 失去了灵性 灵性孤干 灵性败败 所以人就制造出许多的灾祸 许多的麻烦罪恶来 第二个阿当产生的就是耶稣基督 他来的时候叫灵活过来 再次活过来 所以耶稣如果进入人的生命的时候 就改变一个人 使人的属灵生命活过来 所以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活过来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那个生命改变 这个跟基督徒这个名称有点没有关系的 你是基督徒但是你没有属灵生命 你等于跟属血气的没有两样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的生命在主里面 伟生 讲什么叫灵主 主的灵 使你的生命重生 你的属灵生命活过来的时候 那弟兄姐妹 你叫属灵人 事情就不一样 你的生命就开始蒙福 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 开始有能力 家庭改变 经济改变 性格品格也改变 生活改变 一切都在改变 那弟兄姐妹 今天教会的存在 基督徒的存在有一个意义 就成为光和眼的生命 影响他们成为属灵人 那弟兄姐妹 今天你不能改变人家的家 不过你能够影响他 属灵起来的时候 他的家就改变 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他说我们的工作就是 有一点爱心 一点关怀 一点付出 然后一片真心 就能够改变我们生命 他说我们知道 我们不能做多 但是你有影响力 你不能做多 你从哪儿全部钱 给人家不能 但是你带祂的信耶稣 祂的生命就改变了 你去关怀祂 把你的爱彰显出来 你有这个能力 你有这个天性 就是可以付出 就是可以产生影响 你有这个天性 上帝创造你的时候 就是眼和光 你就有这个天性 所以你无论去到哪里的生命 就有一股影响力 只要你成功把它带到主的面前 他的灵性改变 他的家不用你帮助 他的婚姻不用你帮助 他的个性不用你的帮助 他都一意的完全翻变过来 前几天我跟一个 我的借赌的学生 一起喝咖啡 我们就很深的在讨论 不久跟他谈话 他也借赌了年多了 他是一个赌了输掉几亿 超过五亿的人 很赌道 然后他说牧师 感谢我 说你感谢我什么 我说不要感谢我 你要感谢神 这主意是改变的 我没有做什么 他说你带我更事的耶稣 今天我才还在 不然的话我很早就自杀了 他跟我说他去了戒毒 戒毒戒毒他有心要改变 当然他建土的时候 他伤他 他太太 然后做了很多错的事情 不过他期望这一次 他改变 他能够整合他的家 他有心要改变 他在里面信了耶稣 到回来的时候 他的家 他的太太离开 一句话都没有说离开 到现在还没回来 他说我回来的时候 我等着看我太太 我等着告诉他我改变 我等着要跟他道歉 重新建立家 他一个机会都没有给我 一句话没有留给我 孩子抛肤气质就离开了 我心里面很委屈 很痛苦 我一回到家 几个月的时间 我都每一天用酒 来麻醉我自己 但是他接着来告诉我 我虽然喝醉酒 但是我有祷告有多惊愣 厉害了 厉害了 真的 厉害了 真的有道理 后来我就是靠着耶稣 祷告 如今 过了三四月过后 我连酒我都需要 我可以站起来 今天一年多了 太太离开我 我自己顾我的孩子 自己顾我的家 从今在他 在所有场都要还还了 所以我不需要我的太太 我也不需要因着她的父母 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 扶持着我 如果没有耶稣 我自杀了 那时我最统义的时候 我想要自杀了 对不对 你看到吗 你看到一个人的生命改变 他的改变从哪里开始 就是耶稣进入他的生命 改变他 从属血系的 从败败属地的 成为属灵的 属天的 他的生命产生能力 他就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我没有去处理他家的问题 我根本做不到 因为问题太大了 你明白吗 但是耶稣能够改变了一切 教会 就准备 你的生命会产生影响力 你能够做这件事情 发挥生命的影响力 把他们带你进耶稣里面 你要做的就是一点的关怀 所以不要封闭你自己 看看你的四周围 注意你的四周围 圣灵会感动你 圣灵会放在你的职场上 把你放在你的店铺上 把你放在你的那个 dealer的一周围 把你放在你的那个学校的范围 都有一个任务 就是让你成为那地方的光和盐 产生住民响力 改变他们 这教会一直在不断做 所以我们教会每一年的经理人数 一直不断在增加 你看到人数一直不断在增加 为什么 因为这间教会是活的教会 活的教会 教会如果失去了 这一个动力 教会就成为死的教会 所以同姐妹 那两个同姐妹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命定 有一个意向 就是改变了一生命 活着不是当然为自己而活 上帝很奇妙的 造你的时候 你不可以为你自己而活的 你不可以自私的 你不可以吝啬的 你越封闭你自己 你就越穷 你心灵穷 再来一个生活穷 你知道我来到我们 这个 不养凌穷的 有一个家庭我知道的 整家来 每一个星期来值班 非常有钱 他女儿 叫个Lexus来叫她 吓了我一跳 每一个星期 他一家无口 拿着一包米 拍照 加Lexus 我更知道 他有宝贝亚几间 在当初在对面 非常贵的 每一个月收付金 但是为什么他这样子 他劝 他只知道 说 他不懂得 撕出去 他劝 上帝在我们生命的时候 有一个特性 你只有一直 出去 你就更多 扩展 丰盛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的天性来的 天性 上帝造你的时候 这个付出 这个举动 使你产生意义 所以我们整个世界 都是一个顺环 必须付出的 你相信你 你花一块钱 整个世界受影响吗 你收最快钱不花 整个世界受影响 你明白吗 很自然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contribute 上帝要了你 给出去 当你付出去了 无论你做什么 你付出去 就产生果效 这个影响是非常深严的 你改变一个家庭 你不是改变他一个 可能改变他整个家庭 就是因为你一些小小的动作 一个关怀 一个爱情 一个付出 就改变了他 上个星期 我有个姐妹 不是我们的教会了 她来参加我们20号 就是我们圣诞晚宴的 那个步道会 我们一起她说 牧师你们做得很好 你们真的没有浪费 这个机会 她说我很感恩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她说那天 我们一起牧师在呼召的时候 整座的人起来 他带来的那一些经文 起来接受祷告 起来决志祷告 有一个是他的叔叔来的 这个叔叔也起来接受祷告 他以为他不见不出 不过心里面蛮高兴一下 因为听了福音 就有接受祷告 他自己也这样跟着祷告 两个星期后 他的这个叔叔都胃破掉 胃破掉 所以当胃破掉 胃出血的时候呢 就非常严重 就他亲自叫他 哎呦我再弄我 两个星期差 发生这种事情 他就去看她 看到这么严重 医生说没有救了 所以他是抓住他的 所以他赶纫乱 他就抓住我的 这个叔叔的手 不然你有信也书吗 他的叔叔说有 就是那一天 二十号 我们的祷告医 然后他就带领他一次 做节日祷告 他的叔叔愿意跟他 一起做节日祷告 一个 einfach清醒 当他祷告完毕的时候 有两个书记站在旁边 没有信主的 来看他 也拍拍在肩膀下 他说我也要祷告 我也要信耶稣 没有传规 他看完跟他的这个祷告 他也要祷告 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改变人生命 他就觉得不是我们的工作 但是我们有影响力 他做什么 这个姐妹俩 我去招他社会 所以姐妹 我们的教会主办不到 我说好可以可以 可以拿一座给我 他们已经做起来 他们已经做起来 但是请他的亲密朋友 一个小小的动作 一个小小的动作 小小的举动 小小的关怀 小小的来信 竟然改变那么多人 上帝知道他的叔叔要离开了 上帝救他叔叔 就在当天我们的不到会 救他叔叔 灵魂得救 太奇妙了 不要放弃你的亲戚 不要放弃你的周遭生命 你的生命有能力去改变 你的生命有影响力去改变 因为这是你的天性 上帝造你的手已经有了 所以不要放弃那一句 耶稣爱你 不要吝啬那小小的关怀的挤动 爱心的挤动 当你肯着小小的付出 你会带来大大的改变 那个影响力有果效的改变 在你的家里面 功劳记在你的生命里面 因所谓主所做的 主就拖欠你 他看见 人会拖欠你 上帝不会拖欠你 当你愿意侍奉他的时候 阿们 所以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成为光和眼 去改变你的生命 他来对一句话 让我改变你的生命 第三 最后 我们的教会活着宗旨是什么 建立神国 但是说建立神国 建立神国 那到底神国是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好不好 这四段的经文请注意一下 第一段诗篇 145篇 第三节 第二段马赫福音第九章 第一节 第三段 路教福音第十七章 二十一节 第四段 马赫福音第六章 三三节 我们来看 第一段诗篇 圣经这里记得说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你执掌的权力 存到万代 那对不起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完美的掌权者能够 持久 长存的掌权 只有神的国 由上帝掌权才能够知道 万代 永永远远 充满保障 所以我们要建立神国 第二段来看 福音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人 有人没有长死位 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 大有能力的灵在 原来 我们常常认为神的国是天堂 死了才看见的 耶稣没有这样子讲过 耶稣说神的国 是要灵到人的 当中 而且人没有经过死 就可以看见了 原来我们可以在现在 住在神的国 而且神的国在我们当中 我们可以看下去 福音11章 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 人也不能说 看哪在这里 看哪在那里 因为神的国就在 你们心里 神的国就在 你们心里 原来神的国在我们心里面的 每一个人 都有神的国在他里面 六章 在福音这里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 你们所需要的要加给你们 比如说 你们要着重神的国 你要 你要真正建立神的国 委身在神的国 神的国是什么意思 看这个经文 看这个圆文 国 这圆文的意思 希腊文叫 Basil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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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liah的意思就是 Kingdom 国的意思 那中文解释很清楚 王权 王位 统治 管辖 原来这里说的神的国啊 就是把上帝的王权 把上帝的国 把上帝的权柄 带进人的生命里面 如果一个人愿意 顺服在上帝的权柄 让上帝的管理 他的生命的话 就是神的国 在这人的心里 他就活在神的国里面 神的国就在人间 所以我们要做的什么呢 不断的建立神的国 不断使人的生命 交给上帝来掌管 上帝掌管这个人的生命 就赐助他 改变他 让他成为他的儿女 他的子民 这个神的国就得以扩展 所以教会必须不断的增长 得救的人数 必须不断的加添 你的家里有没有一些没有得救的 你要让他信耶稣 你要让他认识耶稣 扩展从你家里面 神的国扩展 教会神的国扩展 然后社区神的国扩展 世界神的国在扩展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建立神的国 把上帝的权柄 把上帝的国 带进人的生命里面 对不起没 今天神的国不在天堂 天堂当然是神的国 但是神的国可以在人间 但是在信主以后 生命改变 从一个破碎的家庭 变成一个幸福的家庭 是不是神的国 明白 他没有 他不开心的 活在忧虑里面 但是他信了耶稣 他生命改变 过了喜乐之后 是不是神的国在 因为他贫穷了 做起什么东西都衰的 OK 我瞧 瞧到 我独猎 你独猎 很衰的 OK OK 很衰的那种 但是信了耶稣 我改变了 做中心起来 齐哦 全部都齐哦 魔朵什么都齐哦 是不是神的国在里面 所以看 你把神的国 带进人生命里面 就是建立神的国 扩展教会 就是建立神的国 带进你家里面 的人信耶稣 你在扩展建立神的国 使上帝的国 一直不断的扩展起来 信主的人多起来 然后住在神的国里面 让神的权力 掌管他生命的人 多起来 就是建立神的国 Amen Amen 各位 不准备记忆你要 怎么样活着有意义的生活 我告诉你做三件事情 大家说广传父义 广传父义 改变生命 改变生命 建立神的国 建立神的国 你就活出光而言的生命 Amen 开始产生意义 产生影响力 他帮你跟别人 我告诉你 可以了 可以了 站起来 感谢教会